纽约市郊区的城市Bessite 跟纽约市许多周边的城市一样 有着强烈的文化多样性 Bessite位于纽约皇后区的边缘 距离纽约市曼哈顿开车大约45分钟的车程 这个城市有着来自台湾、韩国、中国、西班牙裔与欧洲裔的移民 所以在饮食上也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背着疫情的趋垮 本频道也会渐渐增多美食探店性质的节目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位于Bessite的两家蛋糕店 其中一家还有着号称纽约最好吃的拿破仑蛋糕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到这家位于Bessite商业区的马萨蛋糕 Mothroth Country Bakery 这家蛋糕店在周末与星期六开到凌晨一点 所以周末在晚餐过后或是晚上想吃甜点的人 不怕没甜食吃了 虽然疫情有所趋缓 但是进到店里也是要遵循社交距离的原则 店里林安满目的蛋糕选择让人一时间做不出决定 店家也很贴心的把蛋糕名称写在后面的黑板 让我这种乡下属也能轻松点蛋糕 当然在防疫松绑的同时也可以选择在店内享用 这个是开店的招牌 very berry napoleon cake 水果拿破仑蛋糕 除了招牌蛋糕之外 还有黑森林巧克力三层 与起司蛋糕等等的常住班底 除了价格合理外 服务人员也都很和善 走出店外依然有络绎不绝的人潮 甚至排到了街角 接下来我们来到相隔不远的第二家蛋糕店 叫做The French Workshop 灑脱的装潢外观感觉上比刚刚那家蛋糕店高上一个等级 店里的空间很大 有一长条的玻璃展示窗 里头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糕点 所以这算是糕点界的大象走路吗? 所以这算是糕点界的大象走路吗? 只剩下whole cake的量 太多了吃不完 只好做吧 除了蛋糕之外 店里也有许多烘焙的商品 如法棍麵包等 吃个甜甜的蛋糕 喝着店里泡的微苦咖啡 就像度过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远离纽约曼哈顿的北塞 有着更多美食等待您的探索 虽然没有买到提拉米苏 但是在这家店买的开心果蛋糕也很好吃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蛋店系列的节目见 谢谢